萬一你爸突然間不給你錢 問你爸沒有錢咧 啊 我叫王阿姨贊助 你阿姨如果不給你咧 不能這樣賭啊 對不對 所以不要以為你買了房子 房價就會漲 你的薪水就會漲 到時候你股票也是太晚 懂嗎 好 買房時機 第一個 如果你真的要自用的話 真的自用就是那個時機點 什麼要真的自用 啊 我就是現在要結婚了嘛 我老婆就要進來了嘛 老婆肚子大了嘛 我其實這樣也要有小孩了嘛 你懂啊 就是真的要買啦 沒辦法啊 再貴你也得買 就像說寒流來了 你必須買羽絨外套的時候 難道你要等最低價嗎 是不是 不是 天氣這麼冷啊 你還是得買啊 所以沒辦法 貴就給他貴定 等於是買貴嘛 所以買貴的時候 你只能買好就對 我講了這麼多節目 就是為了讓你告訴你 什麼樣的房子是好 你只能買好 那貴也沒辦法嘛 所以你如果這時候 買真自用的房子 要注意到 必須的生活機能 必須啊 必須的生活機能 因為你要結婚嘛 你不是一個人 你是兩個人的事情 所以我們又要講到台南駕駛 鬼鋼你講他 台南駕駛 一個人的時候 單身的時候買了這個房子 這怎麼這照片看得這麼可愛 單身的時候買了這個房子 買了一個號稱海景第一排的房子 後來結婚了 一起去裝潢這個房子 等到房子裝潢好之後呢 被前妻給毀了 當然毀了原因不只是房子爛 但是這個房子裝潢好之後呢 我們很多人就斷言它是 家破人亡宅 這個房子後來賣掉了 希望買的人是單身 就沒有問題 如果是雙心 就是呢 如果有小孩 這個房子可能不適合 如果說這個是那種 一般的那種雙心家庭的話 就是夫妻兩個人 還目前沒有生小孩 頂客族什麼的 可能你的裝潢要重新改一下 因為必須的生活機能 包括你的收納在內 這個房子收納不及格 不及格 所以老婆北送就知道把家毀了 很多人的房子不是只有這樣 不是只有他這樣 很多人的房子都是這樣 就是他們花了錢 裝潢好之後呢 就發現原來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因為這個房子的必須的生活機能 都無法滿足你 就表示你買錯了房子 所以買自用房 一定要買必須的生活機能 比如說你有一百雙鞋 你得一個超大玄關 所以收納太小的房子 就是不適合你住 這不是先求有再求好 除非你突然間極減 不需要那麼多鞋櫃 但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懂嗎 你不要連沙發底下 都放鞋子這麼悲慘的事情 花了兩千萬 結果買到一個鞋子 要到處藏的房子 那就是家破人亡的開始 成無可住跟預售獨一版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自住 麻煩你不要預售獨一吧 我們剛剛講的那一堆都是風險 預售屋的風險 城屋直接可以住啊 就直接買城屋吧 縱使你覺得 舊房子可能要花點裝潢 我覺得也是應該要做這件事情 五年內家庭的人口的量 去抓你的裝潢內容 五年內比如說你買這房子 要結婚 要生小孩 你就得想好 我們要準備一間預營房 其實很多家庭在買房子 裝潢的時候會想這些事情 少部分沒有想到這些事情 最後上了社會版 就是你思慮不周 買房子不是一個浪漫的事情 它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太浪漫就會家破人亡 第二個 那第一個是說你需要嘛 第二個叫做錢存夠了 就是你買房子的時機 這個錢很多人犯了這個錯 你只有兩成自備款 所以你就是買房子 所以你只能夠買預售物 因為很多人跟我講說 他只能買預售物 因為他錢不夠多 那我說你的床怎麼辦 以後就想到辦法了 去阿我爸 我很可憐 西醫生買的房子沒有床 我爸都給我一個床 你只能這樣子嗎 萬一你爸突然間不給你錢 我說你爸沒有錢咧 我叫我阿姨站住 阿姨如果不給你咧 不能這樣賭啊 對不對 所以兩成自備款和一成裝潢家具 這個不管是買預售物的未來 或者是買城屋 都會發生的事情 不要以為你買了房子 房價就會漲 你的薪水就會漲 到時候你股票也是套牢 懂嗎 每個月房貸本利平均貪環要算一下 因為你要足夠的錢 才可以做本利 你當然可以說 我可以現在先抓二十年 未來抓二十五年 彈性是三十年 可以這樣做個彈性 可是你不要你買這個房子 就直接抓到四十年的本利貪環 先拿個兩年寬限期 再來簽個四十年的房貸 這樣你的購物 你的房貸當然是比較輕鬆啊 可是你四十年之後 你沒有退路了 對不對 你如果先簽二十年了 還有退路啊 你還可以變三十年了 這是你的退路 每個月環港今晚可以少一點 所以每個月本利平均貪環 在買房子初期 我都建議你抓二十年 不可以抓四十年 如果你抓四十年 代表你根本還不夠資格買房子 你錢賺的不夠 管理費跟稅費是每個月 每個月都會發生的事情 房子的管理費比稅費還要高 我們的房屋稅跟土地稅 都非常低到一個可笑 可是管理費還很高 你警衛要錢啊 當基本薪資上漲的時候 就是管理費上漲的時刻 因為你的警衛你的清潔工你的垃圾工 他的薪水都得往上漲 因為他們是執領基本薪水的人 所以你的管理費也會往上漲 買個房子有代書費 對不對 因為過戶嘛 那個大概 預售物大概抓個五萬十萬跑不掉 所以這個要有錢啊 你沒有錢你到時候 繳不起知道整個房子都給人家 因為我真的有網友 付不出管理費而違約的 違約金是房屋總價的15% 他付不起管理費 那代書費 他沒有錢 好 最後一個是維修費用 新房子比較好嗎 並沒有 新房子整天都要維修 這個是上市建商或是八不退建商 你必須要去抓的 如果你真的要買幸福發 你真的要買保家 你得要抓一筆維修預算 我有那麼倒楣嗎 有 不是你倒楣 是那個建商就會爛在那邊擺給你看 他有可能就是燒掉 他有可能就是漏水給你看 所以你必須要準備好這個錢 最新影片都在好繁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喔 打開小鈴鐺喔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